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個Beyond Tech,今天可以打的了 應藥率或者接種率是很高的 幾乎去到九成幾,九成一 就是說脫底率是比較低 但是科興這麼多東西加起來 除了頭幾天,反應很熱烈,預約都預約不到之外 接下來出事之後,脫底率就越來越多 有幾千人就沒有應藥 現在總括計的平均數,應藥率是72% 這個是昨天的數字 大家都會擔心,究竟哪種疫苗才可靠、有效 亦都在網上流傳一些圖 有部份醫護人員說不打字 有部份醫護人員,又或者專家 去打也好,都是打Beyond Tech 然後純粹是愛國愛黨的官員 就是打科興的 第一任的首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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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法官 李國能,亦都去打Beyond Tech 被報紙上登出來拍了 有些人說,懂得跟誰呢 大家自己想,心知肚明 你自己應該跟愛國愛黨的官員去打科興 還是跟著醫護人員,例如包括李國能 這些政治人物,或者是法官 又或者是前特首曾蔭權那些去打呢 是跟袁國勇、跟梁卓偉、跟楊芷芝 還是跟林鄭、跟問責官員去打呢 自己想,我在這裡不做任何的建議 不過在網上流傳一個橫額,覺得很有趣 就是正正在Beyond Tech開打的時候 某些打Beyond Tech的體育中心等等的外面 準確的地點在網上沒有說 有一個很大的橫額就掛在鐵欄那裡 就白底紅字 就用信那爺打科興 這裏是打德國Beyond Tech 請而欲捕接種中國科興 然後第一個說明就是中國科興疫苗 整體有效率是高達50.56% 那我就覺得都挺好笑的 因為信那爺打科興呢 這個就不是憑空列造出來的 就是有一些藍絲阿伯去接種站的時候 那些很亢奮,頭幾天 那些記者就訪問他 那他就衝口如出信爺打科興 我就覺得這幫人的腦 究竟是生在哪裏的 我用來坐著的 政治上你信爺 你說愛國愛黨 你說什麼完善選舉機制 你投票給建制派 沒有問題 甚至拿人家的蛇齋餅棕去吃都不會吃死你 但是打疫苗有機會會出事 那你不能夠信某一個 某一個政治的號召你就去打才行 這個是一個拿自己的命去教飛的做法 那我說為什麼會拿自己的命去教飛呢 那現在就是特區政府的專家 慢慢開始退台 開始修正先前的看法 那其中一個就連日來接受訪問的 就是這個孔凡毅阿水 當然是一個廣大的教授 也是武肺疫苗 臨床事故評估專家委員會 共同召集人孔凡毅 連日來接受了不少媒體的訪問 我強調這個武肺疫苗 這個說法是一些坊間的 一些反動的媒體的說法 武肺疫苗其實應該是新冠疫苗 就不是用武肺這兩個字 武肺這兩個字小題加上去 或者是跟著這些反動的媒體去說 那這個就是共同召集人孔凡毅 那他一接受這個網媒的訪問 D100的訪問 他就提到一件事 他說衛生署會在日來發出這個指引 清晰列明不適合接種疫苗的情況 包括如果你高血壓是多少 糖尿去到多少 有沒有長期吸煙的習慣 又或者是自覺 又不是懷疑有冠心病等等 這個指引 這個衛生署長列的指引 是在星期五 12號 公佈給家庭醫生接種疫苗的 具體指引 就是我聽完之後 我就直接叫媽媽 Oh my God 你不是吧 打了很久了 這個疫苗 已經有三個人死亡 三個人進入了ICU 有些異常的反應陸續有來 可行地 吉人天上地 他們就不用怎麼留意 很快就出院了 但是三條生命沒有了 三個在ICU裡面 在掙扎的命 你現在才告訴我 衛生署會發出指引 會被施加醫生參考 這個指引是這樣的 不適合打的是什麼呢 他就舉例 如果市民有長期吸煙習慣 很多人有吸煙習慣 不只是長者 我認識不少朋友 長期吸煙 吃了很多年煙 十多二十年煙 甚至更長時間 我每次看到他就戒煙 運動的時候有胸口痛或是氣粗 運動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氣粗 運動都不氣粗 那算是什麼運動 你說走路有氣粗 有些人坐著就有氣粗 他就有病 有胸口痛 呼氣很氣喲喲的時候 會覺得是不舒服 喲氣不接喲氣的時候 自知或者懷疑有冠心病 這個是恐法偉講的 都不適宜接種疫苗 指引也會清晰界定 長期病患者不適宜接種疫苗的指標 包括血壓長期是160 上壓下壓是100以上 血糖叫做HPA1C的數值 長期達到10或是以上 或者有甲狀腺的問題 而以上的病情未能透過藥物控制 或者全部都是不適合 或者延遲接種疫苗 直接成功控制病情為止 孔帆毅就這樣說 疫苗中心有醫護人員在 市民有責任如實反映自身的病況 之前有市民因為病情而被拒絕打針 對於手中死亡個案死於冠心病 仍然成功打針 孔帆毅說當中不涉及失誤 當時的醫護人員有按照規定去詢問他 但死者說我很想接種疫苗 但沒有明確講述自身的病情 他強調死者心血管山塞問題非常嚴重 不接種疫苗都會死的了 即是你老了你病了你打不打疫苗都會死的了 但什麼時候會死的了 打了疫苗之後就令他快點死 現在經常都討論這個問題 他說疫苗是沒有加速惡化 他一直都是這樣說 他不停地說 頭兩個死者的死因是跟疫苗無關的 因為他病情嚴重 管心病 糖尿病 例如大動物撕裂都跟疫苗無關的 疫苗間接關係有沒有 那就要留待詳細的病理化學報告 如果報告顯示正常的話 那就斷定疫苗與死因也沒有間接關係 好了 主持人問到他 人家科興說明 60歲以上的資料很少 這個數據很少 長期病患那些要打的時候要慎容 數據那麼少不知道效果是怎樣 之前就問 人家大陸18至59歲而已 為什麼香港會這樣 這麼不同 他說恐凡毅說內地並非認為長者不適合接種 只是兩地接種策略不同 他說科興不是建議長者不建議長者接種 臨床數據較少 所以是要謹慎 但是本地的專家認為 18歲以上人士可以安全接種 加上長者屬於高風險感染人物 因此安排優先接種 第一件事我想說 第一件事我想說 由打了這麼久科興 打了這麼久疫苗 今天然後才提出 有一個具體的指引由衛生署發出來 我覺得真的太遲 死了三個人 入了三個ICU 然後才發出這個指引 這個指引我未看到 他說 接下來這個禮拜或者下個禮拜就會出 具體的指引 具體的指引是很詳細的 具體的指引是很清楚的 例如說血壓 人家是有說的 14090 現在香港是160100 不是現在 遲些會發出 我就不論是160100還是14090 160是很高血壓 14090是甚麼呢 就是世衛的標準 14090以上 就當是血壓高 現在說高血壓的控制穩定 要是14090以下才能接種 有17樣大陸一組 由2021年1月1日開始 陸陸續續在不同的省市打 每一個省市都有這些很具體的指引 有些是真的不能接種 心血管 腦血管疾病 不穩定是不能接種的 做過搭橋手術是不能接種的 糖尿控制得不好是不能接種的 正常消息才能接種的 正常消息才能接種的 有月形肝炎 幽默 門螺旋菌是不能接種的 接種流感疫苗 要9至14天才能接種的 接種流感疫苗 現在制定指引會發出來 這是什麼程序 你覺得是否反過來 香港為何會落後 澳門 昨天的影片說得很清楚 澳門很多 澳門就是集中在一起 由醫院有醫生去看著他們 澳門都出了事 打Biontech出了一個 暫時還是穩定的 他說都做了一個評估 還沒納入禁忌的病 所以跟他打了 打了之後就有事 我就說 大家不要覺得 打Biontech是萬目一失 所有疫苗對一些 所謂高危的人 包括長者 包括長期病患者 都有某程度上的風險 大家要記住這件事 不要只是 大安置疑Biontech沒事 Biontech都會有事 其他國家 人家是很慎重的 有些是真的不好打的 有些是有某種疫苗 而長者的危害沒有那麼大 所以他就開綠燈去打 我們香港呢 現在亂了 亂了 全部的程序 反過來做 你聽完之後 你會火刀來 就是這樣的原因 再者 人家是說得很清楚的 這個 這個 這個科興 說數據不足 人家說數據不足 60歲的長者 用的時候 要慎重些 於是大陸 因為根據他自己自己 我經常講自己知自己事 根據他自己的說明書 主要是國陽和科興 都有這個內容在這裡的時候 他就只是比18歲到59歲 才打 他不是說 六十歲以上的 永遠不能打 他不是這個意思 他是說 不如打了之後 看看安全的效果 當然是怎樣 很多人批評大陸政府 但大陸政府 起碼做事 的程序 比現在特區政府 亂了 科學家都是這樣 令我很猜疑 連科學家都是這樣 我跟何柏立醫生的想法很一致 當然他是專家 我只是口水人 說話 不如是否先停他 停了六十歲以上的 不要打字 先觀察 你的指引要幾天後才出 或者下個禮拜才出 那些人現在撲倒去打 老實說 心態是這樣 我又不怪他們 信爺爺打科興 那些就說得難聽些 他自己拿來 他自己想 但有很多人不是 有很多人是 你講得好 我相信你專家 譬如 現在有些人不去打科興 等Biontech那些 接受訪問的時候 是這麼說的 他說 袁國勇也是打這隻 我當然是打這隻 他真是示範 大家要記住 當一個權威的 醫學專家 一個教授 出來說要打這隻 要打這隻 要猛一點 保護率好一點 我們沒有科學知識 我們判斷不了 當然要看他 難道要看林鄭嗎 看張建宗嗎 剛才看鄭若驊嗎 當然我們不會看這班人 我們當然要看科學專家 到現在 他們還是有公信力 所以這個示範是很重要的 那個指引是很重要的 你要講清楚 告訴別人 究竟政府的建議是什麼 現在不是 你一開始見到戀到不得了 我很幾天之前已經提到你的觀點了 大陸是十八歲至五十九歲 大陸有十七類的人 是不打 不准打字 又或者是要搞定才能打 包括高血壓高血糖 有些可能有其他的症狀 有心血管病 有腦血管病 說明是不能打的 現在我不知道他的指引是怎樣 他的指引還說你自己感覺自己有冠心病 我真的說粗口 我怎麼知道 你說確診才有冠心病我就知道 你運動的時候就會氣速和心口痛 很多人運動都會氣速 我真的越講就越怒氣 在這個問題上 我說了幾天 為什麼香港會搞成這樣 為什麼香港會連這些我們引以自豪的 我們的醫學專家的嚴謹 都會今天搞成這樣 唯有一個原因 原因是什麼 由上至下 上有好者下有十言 上面從政治考慮要推銷科興疫苗 要推銷國產疫苗 本來科學委員會疫苗委員會出來 講了幾次 包括恐犯危在內 沒有第三期的數據 沒有第三期的數據 我們不應該推薦 結果變成什麼 最後沒有第三期的數據 或者第三期的數據沒有放在科學期刊上 結果他們都推薦 他們說我們十二個科學家 是期刊的編審來的 我們看完就可以了 我在這裡也講了很多次 這不是科學考慮 這就是政治考慮 是維權維上 因為上面要求這樣 他要應上面的要求 好了 於是打了 公營性約來到香港開始打了 陸續出事了 他們打的時候 事前是沒有任何這些具體的指引 現在這麼巧 這幾個出事的都有一些長期病患 除了一個 七十一歲的身體比較健康之外 都有些長期病患 於是他們就說 因為他們長期病患 所以 跟疫苗沒有直接或者間接關係 將個陣子推得一竿二直 但是科學說明書 大陸的指引 是說明這一類病 這個年紀是不能打的 他就撕了一隻牙 因為要推出去推出去 推出去快點推出去 因為政治正確的原因 因為要向爺爺交代的原因 我整個分析就是這樣 當政治掛稅 政治考慮的時候 科學就會掃到一邊 人命就會佔過來 這個我覺得是今次的事件裡 暫時來說 未至有大災難發生 但是 已經有三條人命沒有了 有三個人進入ICU 我希望不會陸續有 政府幫不了你 你自己想 自己幫自己 這個很重要 這段影片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情後果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早前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 這個Lot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例如大家有看Netflix的話 有些影片就是美國才看到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Lot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電視劇集 例如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Lot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登入VPN就可以拿到一個 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你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個大小 六個設備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